哈喽,红厨房们,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来分享一款既有营养又好吃的红色绒Cupcake 这款红色绒Cupcake是用甜菜根来制作的 做法非常简单,特别适合工作非常繁忙的老妈们 今天我们用到的工具大部分都是在厨房可以找到的 如果找不到,Wallworth可以占买其 材料分干湿料部分 首先把所有干材料过筛放入搅拌盆中带入 新鲜的甜菜根去皮切成小块 用锡纸包好,放入烤箱185度烘烤40分钟 如果觉得这一步太繁琐 可以在超市买到真空包装好烹饪过的甜菜根 只是甜菜根的颜色没有烤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烘烤之后的甜菜根切成小块状 与其他食材料一起放入搅拌器内 搅拌均匀直到无可力 将湿材料倒入干材料中,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容器中,可以是任何容器,也可以是裱花袋 将面糊慢慢倒入烤杯约三分之三的高度 如果倒得太满,面糊在烘烤过程中就会溢出烤杯 尽量把所有烤杯中的面糊分配均匀 这样出炉时,每个cupcake的烘烤程度才能一致 这一款cupcake呢,单独地吃起来已经非常好吃了 那如果想要它更好吃,看起来更漂亮呢 可以做一款cream cheese frosting 我在这里用到的是250克cream cheese 加上25克的糖粉 这个甜度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增加或减少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用于可以试吃到,特别的软,特别的湿润 太好吃了 Icing里面的糖加的蛋糕里面要多一点点 这样蛋糕有一点点的味道 然后Icing上面呢,是有一点点的甜 搭配在一起就超级的完美 我一定会这样先试眨 Bayern óm会 我爱一起 有吧 酱 我们可以出来 优优独播剧場